我給大家看照片 蟲果體在哪裏 就是那裏 講講蟲果體 其實有講是人類開竅之前的第三隻眼 所以對光是敏感的很正常 所以它的細胞組織都是感光細胞 某種類似是視網目的 它是感光的 感光就是光子 宇宙、射線都是自己一種 所以它對這些粒子是很有敏感的 如果大家練氣功 你會自然覺得略有小成的時候 當這個氣你將它運到你的頭部 你對眼睛突然靈敏很多 你會見到很遠很遠 巴士號碼也會見到 慢慢慢慢 日子有功 日久有功 再將氣在頭上 第一天你會發覺 你會感覺到身邊有些黑影閃過 不用怕 你不要怕 因為你已經開了你的蟲果體 Level 1 最終的Level是怎樣的 我只可以告訴大家 你會感覺到 你會去到一個 時間已經不再是一個限制 你會在宇宙裏面 周圍去 周圍遨遊 說去就去 如果想收睇更多精彩內容 就上MJ13Show.com 以65元3個月 訂閱節目重溫 中文是為了 感谢观看